谈点敌心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达克赛德是正义联盟最强大的敌人之一 在设定里他是新神族的成员 也是天启星的统治者 他的实力十分强大 仅凭着自身的肉体强度 就能够轻松单挑超人 而除了肉体强度之外 达克赛德还拥有可以消除他人意志 实习臣服的反生命方程式 以及具有因果论效果的欧米嘎视线 和超人具有高温破坏能力的热视线不同 达克赛德的欧米嘎视线能够无死角的攻击敌人 被击中的人会被欧米嘎效应彻底抹除 而且达克赛德的欧米嘎视线 还能够将人带入到各个平行宇宙中无尽的穿行 而超人是底系里 唯一一个能够硬抗欧米嘎视线的角色 原因是超人受到了起源之强的保护 知识二 蝙蝠侠在设定里是一个没有超能力的普通人 虽然他在设定里各项能力都是人类的巅峰 无论是战斗技巧 智慧谋略都处于人类顶尖的水平 但总的来说 蝙蝠侠人是一个没有超能力的角色 可就是没有任何超能力的蝙蝠侠 在理论上 可以说是底系宇宙里最强的超级英雄 因为只要给他充足的时间 他能够打败除了曼哈顿博士这种密天存在之外的角色 就算是黑暗君主达克赛德 也被有所准备的蝙蝠侠揍过 在漫画里 蝙蝠侠就曾分析了每一个正义联盟成员的弱点 并制定了相对应的计划 而在蝙蝠侠的装备里 他常年都带着一块克制超人的克星石 之十三 在DC的故事里 每一个角色都有着自己的起源故事 但是作为反派的小丑 却有着多达20多个不同的起源故事 而在这20多个起源故事里 在漫画蝙蝠侠致命玩笑里的小丑起源故事 最受粉丝们的喜欢 在这个起源故事里 小丑原本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但是这份工作收入微薄 为了让怀孕的妻子过上好的生活 小丑与疑惑罪犯进行了犯罪行动 但是在行动开始之前 他却得知了妻子意外去世的消息 于是过度悲伤的小丑想退出 但是这些罪犯不让 最终小丑被迫参加了这次行动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蝙蝠侠出现使他们惊慌失措 小丑则是不小心掉进了化学原料池里 在各种刺激之下 反派小丑诞生了 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 可以说小丑的诞生 是蝙蝠侠间接导致的 之十四 在电影黑亚当最后的彩蛋中 出现了亨利卡维尔饰演的超人客串 这个客串在当时看来 在后续的DC电影宇宙中 将会出现超人对战黑亚当的场景 但是现在DC电影已经被重启了 这个场面将不会有了 可是在漫画中 就有超人和黑亚当战斗的场面 在设定里 二人的能力都不相上下 各有各的优势 正常情况下的战斗难分胜负 但是超人有一个零魔抗的弱点 而黑亚当的能力有一定的魔法伤害 而认识起来的超人 可能会是超人赢下战斗 知识五 在电影《阵营联盟》里的反派《荒原狼》 他在设定里是跟黑暗君主达克赛德一样 都是新神族的一员 本身就拥有非常强大的实力 可是在面对超人时 他却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其实在漫画的设定里 荒原狼可是拥有着跟毁灭日一对一肉搏的实力 而在电影中却被超人轻松打败 可以说在电影里的荒原狼 实力是被大幅度削弱了 知识六 在之前的视频中就有提到 神奇女侠是迪戏里 一个私生活非常混乱的角色 而作为男性超级英雄的康斯坦丁 比起神奇女侠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斯坦丁在设定里不仅是一个双性恋 而在这方面他还不仅限于同一物种 他曾和恶魔有过关系 也和神有过关系 即使是天使也曾和他有过关系 甚至跟拥有古神血统的鲨鱼王都有过关系